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转发 孟总监 之前交给我过几张清单 但是这些清单在我这 是完全没有通过的 但是近日我竟然惊奇地发现 那些清单上 有人冒充我的字迹 签上了名字 什么意思 诬陷我伪造签名 孟总监 您先不要着急 我只是陈述一个事实 在这里呢 我也向大家表一个态 我将保留 对这种行为 进行法律追究的权利 我支持 这种恶劣事件 绝对不能发生在东城 现在还有个好消息要告诉大家 现在的Yvonne 在市场上的占有率 会高达百分之四十五 只要做好推广还有跟进 一定会有很好的收益 现在的我们应该稳中求进 迅速地寻求发展 而不是一帮子人坐在这里 想着让谁背黑锅 让谁负责人 你 你 你什么 刚才你不说话 是你出了主意 说把他叫回来 我们教训他一顿 现在怎么样 人家帮我们教训了一顿 你们要我怎么说啊 各位大哥 你们坐视机 能坐得稍微高明一点吗 你好 董事长 你好 顾董事 你来了 你好 顾董事 你好 你好 你怎么来了 我随便看一下 对了 灵溪的销量怎么样 销量很不错 那买灵溪的一般都是 什么类型的人啊 大多都是年轻人 这款项链很大起 而且郁郁深刻 你好 有什么可以帮忙的吗 有 你好 您好 姑娘 我看见你们广告 有免费清洗 依旧换洗 对吧 对 这是我们 回馈老客户的一个活动 我们这是从东城 第一家店买的 有些年数的 还能参加吗 你们发票还有吗 这有发票啊 这么多年了 早就找不着了 来 我来看一下 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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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把目镜给我一下 好 好漂亮啊 郭伯伯 您们稍等一下 好 老人家 你们这个戒指 大概是什么时间买的呀 这恐怕有二十多年了 那个时候这一代 还没有开发成这样 我给他卖了这个戒指啊 这你看一晃 几十年过去啦 梅花钻地级 二十年前可以做 梅花钻切工的 就只有东城而已 不用发票了 帮他们清洗 好 这 谢谢啊 谢谢啊 姑娘 我看你很懂钻石的 我给你请教个事好吧 没问题啊 您说 是这样的 我们有个女儿 从小就很要强 高中的时候 她就到国外读书去了 现在她长大了 结婚了 我和我先生要去参加她的婚礼 可是我们不知道送她什么好 这个钻戒见证了我们的婚姻 我就想送给她 可是又觉得这个款式吧 又有点老 怕孩子是不喜欢 听明白了 您是想要把 这枚钻石制作一个新的款式 是不是 对 对 对 事情是这样的 毕竟这枚贴贴的 是贴贴我们 即使令风风雨雨的婚姻呢 假如打造成一下链 送给我女儿 这不是送上一份祝福吗 好啊 好啊 没问题 到时候我亲自帮您们设计 好 好 这 你 这么年轻 是设计师啊 设计师啊 太好了 这样 把她们的钻石基本情况 做一个保留 你们到时候把联系方式 留给她 到时候我设计出新的款式 就通知你们过来挑选 好不好 太好了 太好了 谢谢你啊 真是 真是 了我一块心病了 不关系 不关系 顾董事 顾董事 刚刚那个老太太 你看见了吗 没有啊 怎么了 她借着忘在这儿了 打电话也不接 你这样吧 交给我 把她的地址发我手机上 好 好 她该锁门了 你不着急啊 我能不着急啊 叔叔 叔叔 阿姨 这 这 这不是刚才那位设计师吗 有没有看见我们的戒指啊 我看见了 您们的戒指落我店里了 我特意给您送过来 是的 是的 我找到了 谢谢 谢谢你啊 我没以为丢了点什么地方呢 姑娘 刚才阿姨啊 哭得都不想活了 好姑娘 谢谢你啊 阿姨真不知道怎么感谢你了 这个戒指丢了 我这个心里啊 这可是跟了我们一辈子的东西了 知道了 知道了 必须找到了嘛 这不哭了 不哭了 姑娘 咱们里边坐会儿 好好谢谢你 不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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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正好有些事情 我还要回去处理 不不不 你也坐会儿 我一定要坐会儿 真的不用 那这样好不好 反正下一次我还要过来 给你们送设计稿 等下次过来 你们再招待我好吗 那你一定又来啊 好 谢谢你 我一定过来 我祝你们俩幸福 谢谢 谢谢 好 那叔叔阿姨注意身体 我就先走了 对对对 叔叔阿姨再见 再见 总好啊 好 再见 慢走啊 好 再见 哎 进来 哎 进来 这么晚了你还不走啊 我再改一个设计 改设计 工作室的事 不都交给明康他们打理了吗 这个不是工作室的项目 是我今天额外接了一个工作 不能叫你这么合适 那你画完 我带你去吃好吃的 不用了 这两天你这么辛苦 你早点回家休息吧 不用等我 那 我要是打扰到你了 我就先回去了 你也早点回去 注意休息啊 知道了 还没吃晚饭吧 嗯 我买了点外卖 一起吃吧 好 好 点了什么好吃的呀 应该都是你爱吃的 太好了 你别说我还真的有点饿 来 开吃 快 开吃 这家餐厅做得不错 饭怎么回来了 没吃啊 好吃好吃好吃 饭了 盒饭有时候也挺好吃的 真的超级好吃 饭 不要吃饭了 咱们东城又上新闻了 妹 快看快看 东城又上新闻了 看 什么 快看 什么 东城员工使精不媚 精字招牌重得重庆 哇 手下 真的啊 真的太幸福了吧 顾总绪 告诉你一个好消息 咱们东城又上新闻了 我现在只要一听到说上新闻 我就非常非常紧张 好消息还是坏消息 好消息啊 就是你送还老夫妻戒指的事情 知道了 喂 顾董 有一位珠宝公司的负责人在找你 在前台呢 让他进来 好 请他进来吧 这个就是我们的负宝 您好 负总 您好 您好 这首的影片 谢谢 原来是金柏利钻石的副总 来 您请 您好 顾总 我是 久仰了 之前 董总总跟我提 你在珠宝设计大赛的作品 说你是个人才 不可多得 你们这边的同事也找回我们 十分感谢 顾总客气了 钻石业务 一直是我们金柏利的核心业务之一 对了 我在报纸上看到 有一篇关于你们的报道 说实话 现在还有你们这么诚信的人 难能可归 随后我在网上查了一些 你们公司的资料 发现你们还有琉璃钻工艺 没错 琉璃钻的工艺 是我们东城的专利 这个专利 很有意思 我希望能够深入了解一下 说不定以后我们还会有 合作的火化 非常期待与金柏利的合作 同样期待 来了 这可是我特意做的 Vita Coco椰子机 一会儿得好好尝尝啊 金柏利钻石集团 副总经理金柏 林毅哥哥 你说 这样一个知名的品牌 他们为什么要点名 和我们合作呀 合作共赢肯定是件好事 怎么 你对这件事情还有什么顾虑 可能是因为 最近发生的事情太多了吧 我真的是有点害怕 这不会又是 李卓然挖的一个坑吧 李卓然那点本事 他的手可伸不到 像金柏利这样的公司 而且我听说 金柏利的董总 一向是性格很谨慎的 他们这两年的发展 在珠宝市场上 一直是以稳健著称的 而且我听说 他们对合作伙伴的 条件选择十分可可 所以你的意思是 他们是经过了 慎重的考虑 才来找我们的 一定是这样的 既然金柏利选择了 和东晨合作 那一定是我们两家公司 有互补的地方 他们迈出了这一步 首先是对你 对东晨的认可 怎么样 你想好了 跟金柏利合作吗 想好了 想好了 东晨的困局 还有Evonne的困境 都需要金柏利的援手 还是那句话啊 要考虑合作细节 稳步推进 好 这个灵哲怎么回事啊 好不容易 难得一起吃顿饭 是啊 他加班嘛 来了 开门 你总算来了 不好意思 真的 对不起 林总 顾总 让你们等我 这么一个小人物 平了 别平了 看看 星妍今天给你特意 炖了椰子鸡 这可是我拿椰汁 小火熬制了两个小时 才熬成的 你知道用了多少瓶 椰汁的吗 真是太感动了 谢谢啊 来 吃饭啦 吃饭啦 谢谢啊 怎么样 这啥不错 是我老婆从三分市 接回来的 董事长 跟了你那么多年 很少听你说起 家里的事 我很早就出来 十几岁跟亲戚去了香港 看得出来 董事长是个 有情有义的人呐 今天来找你啊 是有些话憋在心里面 实在憋不下去了 哎 我觉得 顾欣妍那个小丫头啊 绝对不简单 我怕 东城要变天 你看 听说她最近又接了个大单子 像老邱他们那些董事啊 都在蠢蠢欲动啊 他们这些人不像我 只知道向前看 我想如果再不采取一些措施 恐怕真的控制不住了 况且林毅 还不断地要求在 想重新选举总市长 你想让我怎么做啊 当然希望你还是主持大局啊 人年纪大了 就会不自觉地 年旧 想家 有些事情 还是交给年轻人去做吧 东城的事 掣肘太多 我一个人推动起来 力不从心 董事长 你怎么这么说呢 你不是一个人哪 你还有我呢嘛 这个 我早就想过了 你看 把乙望交给了东城 那么也就是说 得罪了那些渠道商 我们哪 只要给他们一点点甜头 他们肯定都会偏向我们哪 其实大家都清楚 属于我们那个时代 现在已经一去不复返了 董事长 说句难听的啊 我觉得不是时代变了 是你的心态变了 你不能扔下东城扔下 我们这些老部下不管哪 好了好了 别激动了 你年纪也不小了 我没说不管 喝茶 你要转出两亿美金 你买军火呀 我承认 最近比特币持续暴跌 的确是影响到了 国际金融局势 但你不至于要这么多资金吧 富贵险中求 那么好的机会 我怎么可以放过 我们的孟总监越来越有气质了啊 是啊 越来越漂亮了 李总 那位美女是谁啊 干杯 介绍给你认识吧 好啊 有机会多合作 是啊 是啊 不好意思 侯总 叶孟总监一诱 董事长叫你过去 好的 孟总监 您随意 二位先喝着 董事长 您找我 给您介绍 马总 她是我经常提到的得力助手 孟晓晓 马总好 你好 晓晓 李总一直提你呢 真漂亮 而且能力非常出色 今日一见真是名不虚传哪 你好 幸会 不要见外 叫马哥 我跟马哥呢 是很多年的好朋友 马哥 不管怎么说 我也算是冬城的元老了 可是我居然不认识董事长 这位老朋友 看来 我还不算是董事长的自己人哪 跳跳小姐 我呢 是把你们董事长推上位的那个人 马哥呢 是我生意上的贵人 你今天要多敬她几杯 没问题呀 马哥 敬您 好 我能问萧萧小姐要张名片吗 手机拿来 电话号码直接输给你 你 让我帮你 我去 你 你去 你去 我去 好 一言为定啊 晓晓 跟林薇先过去招待侯总 等一下再回来 我们今天要陪好马哥 行 那马哥 您先跟董事长聊着 一会儿见 好 对了 刚才我们说到哪儿了 我想想 这么大笔的钱 我的确还难办呢 所以得找你这老朋友帮忙吗 这十五年来 咱们有来有往 合作一直很默契 你那个二类矿 我可帮了不少忙啊 是 你的确帮了不少忙 你也没少赚 你心里头不会没数吧 当然我承认 这十几年咱们也算是顺风顺水 不过李总 你不会是萌生退一把 你想什么呢 我怎么会退啊 是你嫌我妨碍你吧 李总 有一句话我一直想叮嘱你 你不是一个人在战斗 你和我 我们是一条船上的人 你别忘了当年唐婉容的案子 咱们手上可有人命了 你说一根绳上的蚂蚱 两个合作伙伴 其中一个人抓的对方的小辫子 想先撤 对方会同意吗 你放心 我不撤了 那么大的盘子 你能说撤就撤 钱我可以赚 但是 干杯 干杯 来 萧萧 好 孟总监不好意思 我们过去跟李总打个招呼 好 二位请便 好 失陪 今天辛苦你了 你也辛苦了 вч 几位 你说 是马总到底是什么人啊 我们董事长需要这么隆重地接待他 马总是什么人 李总为了 什么事不重要 重要的是 我们都是自己人 李总不说自有她的道理 我们建立配合就是 对吗 孟总监 你没事吧 我可能是刚刚喝的太快了 要不我扶你去休息一会儿吧 好啊 我建议你啊 陪着小弟我踏踏实实多挣几年前 我们一起退休多好啊 可以啊 董事长 马总实在抱歉 对 孟总先喝多了 我送他到房间休息了 要不我替他敬您 不必了 我也不胜酒力 我看今天就大会儿了 早点休息 请 马总请 我用就去 让我不要 现在你用不满意 我把你用不满意 因为你用不满意 你用不满意 我用不满意 不满意 我用不满意 不满意 我用不满意 越来越有气质的啊 是啊 越来越漂亮啊 孟总监 不好意思 我们过去跟李总打个招呼 好 二位请便 好 是可以 孟总监 今天辛苦你了 我敬你一杯 你也辛苦了 阿莎 芳 sport 阿你 啊 这 我 你想要说什么 我 孟总监好像不是这种人 万一他明天起来 他是不是那种人不重要 重要的是他是不是我的人 嘴巴说得怎么漂亮都没用 做什么才是事尽事 算了 说了你也不懂 你知道为什么到最后 只有你一个人在我身边吗 不懂 因为你善良 时间不早了 那点回去吧 您心脏不好 晚上喝了这么多酒 我留下来照顾您吧 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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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董事长 你醒了 你做了一晚上 您没事了吧 你又何必呢 感谢各位老板光临我们会所 来 敬你们一杯 李总 好好好 干杯干杯 来来来来 李总啊 您不能每次来我这儿 都一个人单着呀 我都不好意思了 你看看 今天我们这儿来了一个新人 要不我给你介绍一下 来来来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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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的 好的 李总啊 这就是我们新来的小姑娘 叫威威 快叫李总 吃水果 吃水果 老板 您不用给我钱 我们没做什么 不管有没有做什么 这是你赢得的 我放这儿了 老板 您 您能给我分工作吗 我家穷 还欠了很多钱 当年家里听说 我被送去那种地方工作 我妈都差点自杀 是您改变了我的人生 也让我爸妈 能在村里挺起腰杆 您就是我的恩人 为您做什么 我都心甘情愿 这些陈连往事 没提了 别多瞎 走吧 她用这种方式把你送给我 说明你根本就不是她的什么心腹 棋子而已 想明白了给我打电话 这也许是你人生中最正确的选择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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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还行吗 很好 这儿的早餐不错 董事长早安 马哥早 早 昨晚睡得好吗 睡得挺好的 昨天晚上我实在是喝太多了 有点失态了 那个改天我来请客 给大家赔罪 好啊 来 吃早餐吧 董事长 早餐我就不吃了 我这胃力到现在还难受呢 这样 我呢先回公司 好 我让司机送你 不用 我打个车走就行 马哥 那回头见了 好啊 来 来 来 好啊 好啊 来 好啊 来 我来 好啊 来 我来 来 闻闻后冰冷 要勇敢向前看 才有底气不平凡 只是偶尔心酸 不知该怎么办 打开你的眼睛 对你的灵魂 吸一吸 对你的灵魂 跑过呼吸难排 生命在重逢一夜 感慨 醒醒 入闭 给她 最后 合影 抑着光的方向 命雾渐渐散去的 晴朗 你这光 你这狂 你这狂 手心的痴 冷藏眼泪 明月问候 红玫瑰 万千的美 问候疲惫 开始问候 结尾 要勇敢向前看 才有底气不平凡 只是偶尔心酸 不知该怎么办 open your eyes against the light take a breath against the light 好过呼吸难爱 生命在重返 一夜感慨 Wake up against the light Sangka sleep against the light 你这光的方向 明雾渐渐散去的 晴朗你这光 你这光 Wake up against the light Sangka sleep against the light 你这光的方向 明雾渐渐散去的 晴朗你这光 明雾渐渐 purple 十五年前 唐老师的案子是李卓然 跟马启舍的局 李卓然最近大肆敛才 有出逃的迹象 不要问我怎么知道的 这是我最后一次帮你了 以后 我会为我自己好好生活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李总 我也很为难 您的材料不全 如果您不愿意按照要求 提供详细的财产来源证明 投资移民这条路恐怕很难走通 我相信你的专业能力才来找你 要我提供那么详细的证明 确实困难 如果正常途径走不通的话 那我只能想备用的方案 不管用什么办法 只要能搞定 费用随便开 这我心里就有数了 李总 您的实力这么雄厚 选择投资的方式移民是明智之局啊 我马上给您安排 林总 张董 各位董事 董事长都没在今天的会议谁主持啊 是我